《粵劇》 《粵劇》是中國傳統的戲曲劇種之一 有接近三百年的歷史 以唱、造、唸、打作一個手段 在戲劇中 而在2009年 《粵劇》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一 所以粵劇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藝術元素 所以在工聯文化委員會 一直都希望將粵劇傳承下去 所以我們透過粵劇的前輩 在粵劇上化了不同的妝容 和穿上華麗的服裝 走入校園 希望能夠令到我們的青年學生 以多元化的方式去認識粵劇 愛上粵劇 剛才都說過了 其實粵劇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我們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所以在2009年之後 我們在2011年 工聯文化委員會 聯同我們的其他的合辦單位 當中包括市政處和澳門日報的危害版 一起去將粵劇這個文化 向學校、向我們的青少年進行推廣 大家可以數一數手指 都已經是接近十二、十三年的一個時間 在過去來說 我們有接近三十八到四十間的學校 一起去參與這個活動項目 隨著近幾年 因為可能是資源上 人力上的一個叫做調整 在今年來說 我們只有二十間的學校 一起參與我們今次的粵劇進校園的推廣活動 至於將來的發展 其實如果資源許可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很想將粵劇進校園的活動 是持續地去做下去的 令到不同的班級、不同的學校的同學 都可以了解更多粵劇 同時同一個時間 亦都希望可以愛上粵劇 與此同時 亦都希望將粵劇這個藝術 將它在社區進行普及化 當然希望在不同的社區 在一些叫做休憩區 進行不同的推廣活動 將粵劇範疇裡面的截止戲、戲曲 將它推廣開去 亦都希望可以做到 青少年粵劇截止戲的一個專長 將粵劇可以普及化 以及將粵劇這個文化藝術 令到更多的年輕人去接觸 以及一起去欣賞它